锥管狭窄怎么锻炼? 炎亮西安市洪汇医院副主任医师 药锥管狭窄症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 它因为疾病产生的原因的不同 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有一些患者它是因为锯剑盘突出 造成局部压迫激发的锥管狭窄 还有一些患者它是因为先天性的因素 在发育的过程中 这个锥管相对来说就比较窄 还有一些患者它是因为肿瘤 或者外伤性的因素造成的锥管狭窄 所以说通常可以分为 原发性的锥管狭窄和激发性的锥管狭窄 对于腰椎狭窄来说 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腰椎间盘突出的 患者的临床表现还略有差别 对于锥管狭窄的患者 他的首发症状 他不是以局部的疼痛为主 往往是以局部的叫间歇性剖形 患者的行走能力的降低 可能患者在走行100到200米以后 可能就会产生双下肢的酸困 无力 患者就不想行走 需要休息 休息以后 这个行走能力又恢复 又可以进一步的行走 对于腰椎管狭窄来说呢 保守治疗或者是功能锻炼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可能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当然它对于改善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作用 通过改善腰背部肌肉的力量 来达到缓解局部 追寡狭窄的症状或者是延缓追寡狭窄的症状 进一步加重的作用 对于腰背部肌肉的锻炼呢 我们可以采取小燕飞或者四点支撑 五点支撑的方式 来达到腰背部肌肉的强健 来减轻症状 对于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呢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 要建议患者呢 要避免久坐 如果需要坐的时候呢 尽量要坐高凳子 坐直 坐正 尽量避免坐低凳子 软沙发 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人喜欢坐小板凳 要减少坐小板凳的时间 第二个呢 要避免减少这种弯腰活动的方式 或者是锻炼的方式 如果我们需要弯腰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屈膝的方式 但腰部是挺直的 可以达到减少对这个腰背部肌肉的损伤 可以延缓这个腰椎管狭窄的发生 或者沿着它的症状的加重 专家提示 一 椎管狭窄首发症状不是局部疼痛 而是间歇性剖形 保守治疗或功能锻炼 可以延缓椎管狭窄进一步加重 二 腰背部肌肉锻炼 可以采取小燕飞 或四点支撑 五点支撑 三 避免久坐 减少弯腰活动的方式或锻炼方式 弯腰时可以屈膝 挺直腰部 减少弯腰活动的方式 减少弯腰活动的方式